四串支援檔的存取 这个地方记得就是用 里面的那个test的价格 将来你要输入的时候 你就直接在这边 直接用选取 然后会跳出一个 然后会跳主要两个 一个是专案里面的 然后记得是用那个专案里面的 我们会有一个 这个miles 一个key会对应到一个value 那前提记得就是说 一定要在这个string的四串支援檔里面 它一定是在values里面 会有一个string 里面的话呢要必须要先输入 输入完之后 因为之前有很多同学是 他输入了但是这边看不到 为什么呢 因为他没有存档 很多同学都这样 我说你没有存档 我一看就知道 因为太多人问同样的问题 所以有些小细节 有的时候其实并不是 环境其实我觉得 虽然说它很脆弱 但是它还是更提不过 就是你不够细心 所以其实大部分问题都是因为 可能跟你的操作的动作 只要差一个步骤跟我不一样 就有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 但不是说一定要完完全照我的 不过我觉得建议啦 你初学者尽量还是在一个 比较稳定的情况下学习 不然的话你 会陷入在一些找一些问题 都超乎你应该去做的事情 可能你又在那边改改改改改 改到最后呢 其实那些已经 你也不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了 有可能啦 我觉得后来同学好像 有时候去看 人家在干嘛 我在 我在处理环境问题 那处理环境问题 并不是你需要做的啦 所以有的时候 如果实在是你改的太乱了 干脆砍掉 重新解压缩好了 可能会快很多啦 就从来开始啦 OK好 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一定要存档 存档之后的话 OK 那我们就完成了 所以在Street里面的话 我们定义有四个东西 那这上面这个是一个testview 然后这个是button上面 另外两个是 时数跟公里 那时数跟公里呢 主要是 这个时数跟公里 那可是问题呢 你这个时数跟公里 程式里面 该怎么去把它抓到啦 其实在 我觉得Android里面 这也蛮贴心的 因为如果你要抓取 那个 自串支援档里面的 这个自串的话 其实它有个方法 还蛮方便的 你直接打一个get getstream就出来了 它里面有个内建的 getstream的一个方法 你这个不需要自己去创的 然后你告诉他说 我是放在r r只是登录档 就是resource里面的 哪里呢 这个叫stream 所以你就要找到stream 我在那个 自串支援档里面的stream里面 我有放了一个名称叫做speed 那你把enter一下 它就帮你抓过来了 那理论上 这个speed应该会出来 那如果没有出现的话 那表示你应该也没存档 或者是说有可能是r 其实这个r很有可能 经常有同学把它 就会变红色的 或者变红色 其实这个r可能会坏掉 只要你的resource里面 有一个地方 它没有办法连结 比如说你可能有 有一个地方需要名称 但是另外一个地方 没有对应 这里面没有对应的名称的话 它就会变成红色的 那这个时候你可能要去找 把那个找到 改回来 它又恢复正常了 但是有的时候 就真的要花蛮多时间 所以尽可能避免做一些 你没有办法 就是说有一些可能多余的动作 你尽量不要去做 不然很可能会出问题 那只要抓得到 那应该没问题 其实最怕就是r坏掉了 因为r坏掉的话麻烦 你要慢慢去抓 到底错在哪个地方 那有的时候底下会提示 但是如果底下没有提示的话 那你就要一个一个去对应 像刚刚我不是改了这个吗 改了这个 name 有没有 这个把它改掉 那你会发现 这个manifest里面 这个地方就变成红字了 但是你要有经验 其实像有时候经验够的话 看一下就知道了 但是你经验不够 有时候光找半天就找不到 那怎么办 砍掉重链 可能更快了 因为实在找不到了嘛 砍掉重新再把画面跟程式贴上 一下就搞定了 所以如果实在是找不到 你也不要坚持 因为有时候 你叫我帮你找我也找不到 也许找得到 但是要花很多时间 ok 好 再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可以用get 那另外这个功能怎么做 就一样 把这个东西 Ctrl C Ctrl V 把这边改一下 有没有 speed 点一下 ok 把它改成km 因为里面有个名称叫km ok 完成 这个时候的话 你把它save之后 然后呢 再把它执行过 那这个地方 它将来会抓到的讯息 就是抓 这个上面的来源 其实结尾应该是一模一样 那这个只是我们要铺成后面的 多国语系的部分 ok 那多国语系呢 基本上 只要你在value里面呢 再产生另外一个英文的value 那它就会是英文的版本 我讲这个之前 趁便练习一下java 假设啦 填的 我们刚讲过啦 但你英文没办法填 数字可以填 可是还有一种状况是 如果它什么都没填 直接按转的话会怎么样 没事耶 不过 应该是有事啦 因为我已经刚刚改了 我run过了 好那如果说你期望呢 应该正常状况你按下去啦 它应该 因为你丢一个空的给它 一个空字串 那空字串 那空字串在这边呢 应该是什么 转型会失败 转型失败呢 那你这个系统就crash掉了 把它重新转 正常是应该会crash掉 但是你要怎么避免让它crash掉 就是不要因为没有出入任何东西 就挂掉了 那这个地方当然你需要做什么 逻辑判断嘛 这个在java里面的观念 所以前面的话我们也讲过啦 H你可以在哪边呢 直接在这边 增加一个逻辑判断 当它要做按下的动作 有没有 有没有像这个我是把那个判断 把按create 有没有 这个时候就出现什么 unfortunately 那这个have stopped OK 那其实有的时候它有bug 但是它不会告诉你哪里有bug 它会告诉你unfortunately 它不知道意思啊 但是它不会跳出说 到底你因为是你没有输入 所以 除非你自己要去定义exception 所以你要去抓那个 有没有 建一个try cache 那如果exception发生的时候 你去捕捉到这个exception 就是这个 然后呢 把合理的讯息 让使用者知道 OK 那这个大家因为我没有做啦 所以会挑 但是如果说你希望判断的话啦 那很简单的 最简单的方法 只要写一行判断就可以了 什么呢 一幅嘛 前面讲过 一个小刮壶 那判断什么东西呢 判断输入的资料里面 是不是等于空字串的 所以这里的话 那你可以等于空的 那等于空的话呢 当然你不用 不能用等于等于 你只能用ecos 因为它是一个字串 等于这个东西 是不是等于空的 那是空的 那就是应该是 是空的 就不能往下了 那等于不是空的 才能执行下面的东西 所以不是 那不是的话 当然你可以讲 在前面加上不是 不是的话就NUT NUT 就是一个惊叹 NUT 有没有 那前后记得 再加一个大刮壶 把这个大刮壶 Enter过 再把中间这一段怎么样 搬家 搬到哪里 搬到它里面来 然后再 不用按TAB 然后 这边 再把它格式化 不过已经格式好了 OK 那这边的话 你会发现如果 它不是一个空的 才会去执行底下的东西 那如果你把它执行过 它应该就是 会有我们刚刚看到 就是你按怎么按 它都不会错 所以尽量还是做一个逻辑判断 那当然如果你要更贴心的话 可能可以产生一个Ls 反之 如果说它是空的 那你就警告它一下 请输入任何东西吧 那这个请输入任何东西的话呢 那可能会跳出一个讯息 那讯息部分呢 在下一个章节 第四章你们会讲到 可能至少有 最最重要的两 两种方法 一个叫TOS 那TOS 那TOS 它可以维持 就是一个小小的东西 在后面会讲 就它会在下方 一个小小的方块 会跳出一个小小的东西 然后你可以告诉它说 请输入资料吧 OK 那这个是TOS 那停留的时间 它可以是一秒钟 或者三秒钟 或者是 但是这个可能太简单的话 你可以再跳出一个 比较大一点的 那叫Allen Dialog 那这个部分 后面会讲到 两种的一个讯息的 对话方块 OK 那这个部分的话 请各位先试试看 就主要是 先从那个GET 这个Street部分 把它GET回来 那GET回来之后的话 如果我要做多国语系 主要在Values 这边动一点手脚 那Values里面 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多国语系 因为是在很后面的章节 你们可以看一下那个 在第16章里面 第16章大概中间的地方 它这边会出现什么 常用的Resource 对应的Value名称 所以我们未来如果说 需要其他语系的话 只要把这个Value资料夹 就是无对应的 看复制贴上之后 产生一个英文的 产生一个繁体的 那至于简体或者是日语 或者是韩文 等等的其他语系 那你们也许可以 在网路上应该都查得到 就是说那个Resource里面 这个后面的这个名称 都可以查得到 那早期Eclipse版本更贴心 它是把所有的语系都帮你列出 你可以用选的 如果Android Studio 反而没有这个功能 变成你要自己去查 那个语系的名称 那至于怎么做 待会我们再来看 请各位先试试看 把刚刚我讲的那个 两个比较重要的部分 第一个就是说 如何从那个我们的 字专档里面去抓 时数跟公里这两个字 第二个是 把那个 也许当它如果没有按下按钮 转换之前 先判断一下 是不是空的 因为如果是空的话 那当然基本上 就不要拉work 因为如果你没有做 这个逻辑判断的话 它一执行下去 那就会跳出那个 Unfortunately 你这个class 已经被关闭了 的一个相关讯息 但是它不会告诉你 为什么关闭 好